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看看我的堆肥用具和介绍一下堆肥的过程 堆肥对于种花种菜的好处今天就不多说了 但对我来说堆肥能够把院落里大小植物垃圾都利用起来 是一个便废为宝的过程 放在角落里的绿色垃圾桶就是我用来做堆肥的容器之一 整个夏天的减草废弃的植物还有厨艺的大垃圾都是放在这个桶里 这个垃圾桶的特点是容积够大不透风加盖在院里不招小动物没有异味 缺点就是下面和地面不接触桶里的垃圾没有蚯蚓参与处理 这个黑的桶是叫专专业的堆肥桶 它的底部直接接触地面利用桶里的垃圾吸引蚯蚓参与 而且在下面还有个门便于随时掏出凹制好的堆肥 因为上面要不断的添加新的植物和厨余垃圾 凹制好的肥料都沉积在下面 桶身还设计了好几个空气窗使得空气流通 利于垃圾发酵 但是缺点就是发酵完成前容易滋生蚊蚓 堆肥发酵的时间在夏季需要两个月 所以我用了两个堆肥桶 一个处理当年的植物除鱼和垃圾 像这个绿桶类 都是从今年开春到夏天的植物垃圾 里面装满后我就让它发酵 这是已经基本完成的发酵肥料 我们来看看 里面植物垃圾的体积已经减少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而且颜色已经变成深褐色 打开盖子没有任何的异味 上面类似的白毛物质是前几天我倒入的过期的果汁 含有糖分可以帮助进一步发酵 当绿桶装满后 我把后来的垃圾放在这个黑桶里 我们来看看里面的情况 这个垃圾显然还没有出现发酵 主要是现在的气温不够 这里面的空间还很多 堆肥发酵的时候堆积的材料越多越好 这一桶虽然到现在发酵还并没有出现 但是今年一步急着用了 明年开春可以先用绿桶的堆肥 等绿桶用完的时候黑桶的堆肥 在时间上也完全能够感叹 现在把做酵素的果皮放一些在这个桶里 促进它们发酵 这个桶里的纹营因为不缺空气 所以滋身比较多 但是盖上盖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一些酵素用过的果皮 放到这个绿桶内 这个绿桶过几天再往里面掺一些用过的花盆土 放置完这个冬天明年使用前就没有问题了 堆肥放置的材料可以多种多样 越丰富越好 它发酵的时候需要水分 所以在天气很热的时候要往里面喷一些水 堆肥发酵最容易的部位是堆肥的中间部分 所以每周用铁叉翻动一次帮助各层的材料都能及时得到发酵 准备好了肥料为来年的丰收打下了基础 好 今天关于堆肥的介绍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订阅点击小铃铛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